日前,年喜攻略一直在认真攻动的反派高贵妃下线了,跟当初甄嬛抓中的华妃娘娘一样,最后的结局很是凄惨,高贵妃领和饭,观众们竟然很是不舍,她大概是最单纯最可爱的反派了, 而在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,除了她高傲元皇上都不放在眼里的性格之外,还有她一直来回穿的那几件衣服,按理说高贵妃是除了皇后之外在后宫地位最高的妃子了,而且让她的狗比人吃的都好,包上时不时的赏赐,贵妃绝对是不差钱啊,但是咱们高贵妃的衣服绝对是所有嫔妃中最少的了,来来回回就那么两三件衣服, 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绿的和一件红的,红的那件穿出来的时候观众们可是笑喷了,这不是猪八戒同款吗?哈哈,不过高贵妃下线之后,再想看猪八戒同款也看不到了,不过大家不要着急,虽然高贵妃下线了,但是那贵妃却来了呀,日前,有网友在网上上传,那希娜在录制快乐大本营,时候的路透照, 原来太阳女神谢娜这次要COS高贵妃呀,而且还是选择了经典的猪八戒装,哈哈,这是猪八戒3.0要上线了呀,别说,希娜穿上衣服化上妆,还真的挺有范儿的呢, 那姐还拍了照片,高高的昂着头眼神十分犀利,就很近和高贵妃比如何,希娜已画上了剧中高贵妃的妆容,看完照片不少网友笑喷,怪不得没有人倾斜那样古装剧,人家扮上像贵妃,希娜这个容容装扮看上去像太后啊,哈哈,气场还真强呢, 奴才参加太后,太阳女神现在一直给大家带来了欢乐,在舞台上,也是一直搞笑走邪心路线,要是真让她去演歌功斗剧,估计大家分分钟笑场呢,哈哈。